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7月7日 2024年WTT曼谷球星挑战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还胜四场半决赛和三场决赛 第一场进行女单半决赛 由日平队员伊藤美成对阵韩拼美女球员徐校园 伊藤美成曾是日本女拼一姐 奥运冠军 她在这次赛事分别以3比1赢了德国球员万元 3比2赢了韩国球员朱千熙 3比1赢了罗马尼亚美女球员斯索科斯 徐校园是一位销球手 她分别以3比2赢了新加坡球员增监 3比1赢了德国球员韩盈中间退赛 3比2爆冷赢了陈信彤 3比1赢了中国台北的郑宜静 徐校园已经37岁了 世界排名才39位 竟然挺进了4强 绝对是本次比赛的一匹黑马 伊藤美成实力高出一筹 以3比0横扫了徐校园 顺利晋级女单决赛 第一局伊藤美成先发制人 拿下第一分 徐校园连得了3分反超比分 伊藤美成也连得了3分 以4比3再次领先徐校园 徐校园打得很耐心 与伊藤美成周旋 他连得了2分 再次反超伊藤美成 伊藤美成还不太适应徐校园的打法 不敢用力 两人比分交替上升 徐校园保持微弱优势 比分来到了9比7 徐校园接连回球失误 伊藤美成连得了3分获得局点 伊藤美成抓住机会 以12比10赢了第一局 第二局伊藤美成取得5比0的开局 然后以7比1拉开了分差 徐校园追到4比8 只落后4分 伊藤美成则连得了3分 以11比4拿下第二局 伊藤美成适应了徐校园的打法后 逐渐控制了局面 伊藤美成罕见打出了耐心 没有过多的快速进攻 而是找准机会才进攻 效果非常好 第三局伊藤美成取得了3比0的开局 徐校园已经挡不住伊藤美成的攻势了 徐校园叫了暂停 伊藤美成再得1分 拉开了分差 徐校园才得了第一分 伊藤美成以7比2拉开了分差 伊藤美成回球下网 给了徐校园一分 伊藤美成再接再厉 以11比4拿下第三局 最终伊藤美成以3比0横扫了徐校园 顺利晋级女单决赛 伊藤美成的实力要强于徐校园 徐校园这种销球打法 偏于防守 属于比较落后的打法 现在很少有人采用销球打法 就算采用销球打法 也很难取得好成绩 只要对手适应了销球打法 打销球的球员就很难获胜 陈信同输给徐校园 就是有点不适应对方的打法 回球很别扭 被徐校园牵着鼻子走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 由韩国球员申玉斌 对阵日本球员乔本番乃香 估计申玉斌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陈信同在大比分2比0领先情况下 被徐校园完成了大逆转 伊藤美成则是暴打徐校园 对手只抵抗了一局 轻松完成了横扫 伊藤美成赢在哪里 陈信同的差距又在哪里 技术占优势 伊藤美成打销球很轻松 陈信同属于防守反击型打法 拼的是相持 拼的是稳定性 遇到普通球员 基本上是永远比你多抗一板 但是打消球 陈信同这种打法很难赢 只靠防守是磨不过消球打法的 进攻打不开 变化不多的情况下 陈信同只会越打越被动 伊藤美成是颗粒打法 打消球就有优势 前三板凶狠 速度快 变化多 尤其是正手爆抽和反手弹击那一下 真的很有杀伤力 速度快 力量大 消球手基本守不住 伊藤美成虽然被国拼研究透了 难球一胜 但外协会 尤其是特殊打法 消球手 他还是具备很强的杀伤力 伊藤美成更放松 心态更稳守局比赛 伊藤美成其实打得并不顺利 一直是追赶者角色 徐校园9比7领先 没有抱握住机会 伊藤美成的节奏没有乱 打得比较轻松 战术思路没有问题 只要自失减少之后 比分即可完成了反超 正常比赛来看 伊藤美成打得很放松 不管比分领先 还是落后 都打得很自信 陈兴同开局拼得很凶 但随着比赛的深入 他慢慢迷失了自己 打消球一直是陈兴同的短板 自信心上就不足 一旦徐校园缓过劲 开始拼 陈兴同这里就开始就迷失了 大比分2比0领先被逆转 这已经不单单是技术的问题 更是心态的问题 陈兴同孤军奋战 面对压力 影响到了他的发挥 伊藤美成近期状态低迷 曼谷赛平常心 这反而容易打出高水平的发挥 伊藤美成对胜利更渴望 打得更凶 很有压迫力 陈兴同是未免冠军 面对期望 心态出现了变化 运气给到了伊藤美成 随着陈兴同张本美和的出局 他也是得到了冲冠的良机 及时止住下滑的颓势 此外 北京时间7月7日下午 乒乓球WTT曼谷球星赛 上演外协会顶尖高手之间的对决 两大国兵竞敌 张本志和日本 林云如 台北爆发遭遇战 结果张本志和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 连班三局实现逆转 在声声怒吼中 晋级南丹决赛 距离登顶仅一步之遥 本次比赛张本志和 已经夥得南双冠军 混双也早已晋级决赛 如今南丹又闯入最后一轮 有希望冲击三连冠 值得大家关注 张本志和出生于2003年 目前排名世界第十 林云如出生于2001年 目前排名世界第七 这两位运动员都是国拼的重要对手 前者赢过张继科 马龙 樊振东 王储钦 梁静坤 林高远 后者也赢过马龙 樊振东 王储钦 林高远 都具备很强的实力 不过就国际比赛交手记录而言 张本志和四胜一副 占据优势 而且今年两连胜不败 再加上不久前才夺得 WTT突尼斯常规赛三冠 气势如虹 所以 林云如面临严峻考验 比赛开始后 林云如在场上打得不够积极主动 而且出现主动退台的情况 很快便陷入被动 但随后他通过进台的 一些旋转与落点变化 成功追平比分 但很快又被张本志和抢攻打乱阵脚 但关键时刻 林云如显得非常镇定 抓住对手给予求成的心态果断反击 最终以11比9险胜逆转 第二局 林云如依旧打得比较被动 在场上显得非常闷 而张本志和则是吼叫不断 并没有因为首局的失利而泄气 随后狂轰11比3轻松扳回一城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第三局张本志和继续保持优势 自己进攻时威胁巨大 对手反攻时预判非常精准 很快便以11比5再下一城 由此而将林云如逼入绝境 第四局张本志和继续保持优势 很快便拿到了多达六个赛点 虽然随后出现保守心态丢分 但最终还是以11比8结束战斗 由此而击败林云如晋级决赛 就在几天前结束的WTT突尼斯常规赛中 张本志和就连续在三个项目中登顶 如今WTT曼谷球星赛 他又将冲击三冠王头衔 那么这次能否成功呢 坐等决赛之战拉开帷幕 MING PAO TORONTO